一个卖了七年美妆却没拍美妆视频的女子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莎莎 耶 大家新年好 今天是年初三 好多了 我已经买这一首咖啡了 就是呢 有一个话题呢 关于我们华州人的 真的是 我很久之前我就想拍了 然后我就一直憋着 憋着 憋着 憋到回老家 然后拍拍老家的风景啊 一些素材啊 我才决定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说说 如果有华州的小伙伴看到我这个视频的话 我们一定产生共鸣 无论我在深圳 广州 或者江门 反正在广东省的其他市 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 但在香港的时候呢 就不会 嘿嘿嘿 冰豆养呢 发糟养 好好拍 打赞 厘权 想 我知道了 摘下ãy prata呀 摘下看看 发糟啦 当我们突然跳下 这样的主意 非常对 我要糟糕 刘恶 我不敢 beside你 可以与你的手 能不能推出 你不敢在你的手 有些你想要 你不能带你 我可以带你 你也不敢 你不是 你是 你 你 你是 你是 你 我是 你 你 我 都 我 你 我 洗了个澡,女儿睡觉了,找个地方继续聊 在我们广东,你如果说这里是华州人的话 评论下面都会出现理睬教的老家,或者说你们说的话很搞笑 对,在广东我们都是会遇到这些问题 在香港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看外来媳妇本地 我们就有看,这个角色虽然让很多的广东人知道我们华州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华州人说话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就像这两天我一说这里是华州的,或者我回华州都会有这种评论出现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拍一段来澄清一下理睬教不是华州的 他说的话也不是华州话 这个角色真的是给我们华州人带来太多的 不知道其他的华州人怎么想呢 反正我在广州都市的时候,同学一听到我是华州的就会说 赶紧说两句你们的假假话来听一下,因为很搞笑 还有就是因为理睬教在电视剧里面拍的比较粗鲁啊,没文化啊 然后反正这个角色呢,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华州人的形象就定在那里了 在香港呢就很少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华州在香港也不是少很多人认识的 就是他们认识广东的最多就是潮上人,然后客家人会比较多一些 那你说两句话中话来听一下啊 我们话中话在粤语里面呢,不算是非常好听 但也是有我们的一个特色 有那么一点大舌头 好啦,感谢得感到给了 如果你终于我喜欢,记得关注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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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